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叫乔骁涛 今年29岁 来自上海 乔骁涛 欢迎你 我刚开始想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 可以 可以 说说看 就是一个很互动的小鱼 可以带大家全场 嗨起来好不好 好 大家都喜欢吃快餐吗 不喜欢 不喜欢 我问大家如果要去外面点餐的话 去国外的话 如果你不懂英文的话 你要怎么点一只鸡呢 你想点一只鸡 我就指着旁边那个吃鸡的人 一般都会这样点 不会点鸡腿的话 你就说鸡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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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鸡鸡不会说怎么办 谢谢 这是什么冷 好 大家来 大家来 起立吗 不要动静那么大 你是干什么职业的 你搞传销的还是卖保险的 好 我跟台上的各位女嘉宾 来做一个互动好不好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如果还把气氛弄得这么死的话 我直接叫 弄得这么冷 我直接叫后边那个了 好 大家跟我一块说 Kentucky Fried Chicken OK 大家都追我 不想说 不想说 男嘉宾可以选谁中女生了 谢谢 男嘉宾是做那个 可能是少儿的英语培训 对 是吧 你这个小孩是爱做 你想想看 我们这些成年人 尤其是台上女嘉宾 都仪态万千 跟你做那个动作 就感觉不会不大乐意的 有的时候 一些男嘉宾设计的那些东西 就是黄老师说的 你要考虑对象 考虑环境 我当然特别理解你来想把气氛 搞得很欢乐的这种良好愿望 梦想成初啊 你算好的啦 这位是真爱网向我们推荐的男嘉宾 24位女生对乔骁涛印象如何 请考虑 请选择 谢谢 爱情还吃不了 13号 刚才男嘉宾说的笑话 其实我猜不到你的笑点 我笑是因为没有人懂你的笑点在哪里 其实不是一个冷笑话 而是一个互动游戏 你的那个裤脚卷起来 也是你今天搞怪的造型之一吗 不是搞怪 意大利都这样穿啊 意大利呢 他觉得这样子是很欢喜的 来 我们可能在第一条这里 大家好 我叫乔乔涛 现在在一家教育咨询公司 从事编辑和策划的工作 我是一个喜欢阅读的人 我觉得看书 给我很多不一样的经验 从哲学到心理学 从职场宝典到心灵生长的 都有一些涉猎 之前看电视剧的时候 发现很多男主角 都能够非常轻易地获得成功 但是当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发现现实不是想象的那样 也是由自己怀才不遇 会对生活会有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负能量 总是在想 为什么社会这么不公平 为什么我没有爹可以拼 知道有一天我看到了一句话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一年 你将如何度过呢 思考过这个问题之后 我辞掉了工作 开始了一年的穷游之旅 在旅途中我发现 每种生活都有它的尴尬的一面 幸福不在别处 就在你的心底 现在我又回到了原点 不同的是 我不像以前那么 在意别人的眼光 开始为自己而活 这样的我 你喜欢吗 有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 假如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 你会做什么 财神 假如生活 假如 假如 我希望你长命百岁 假如生活只剩下一年了 最后一年 你会干些什么事 我可能会那个重庆啊 潮州啊 这把该吃的好吃的都吃完 太没有档次了 我答这个问题在想我 所以我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 我会每一天都在演播室里 录《非诚勿扰》 我会攒它几百七 在我死了以后天天播出 我想问黄老师 黄老师 黄老师 本来想跟他一样 结果被你说成庸俗 然后一想 既然你那么高大 我跟你在一块吧 天天播 把你叫上 那不行 那你不能去吃这个了 那我还是庸俗点吧 请允许我当造兵 你庸俗去吧 黄老师 3号 林老师 你带上我10万了 我也没以为 那一年最起码会有我 哎 对啊 没有 我可以带你一块去 对 你把人家给忘了 吃东西的时候 你把它给忘了 对啊 你就管吃的吃的 你说要是问我 我跟那个说不能吃的一年 行 没问题 到时候我把所有的行程安排好 然后我去吃你来买单就行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男人说的话 就是好复旦的 对啊 我现在深思思 子航 其实我挺赞同财神爷爷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最后 只剩一年的时候 应该把所有的东西都花掉 积蓄全部花掉 留下来的话 也生不大来 什么你赞成他的 他想的什么事 我还不知道 他说吃 是只方便在这个舞台上 说吃的事 没有 没有 我是真的 真的肯定说吃的 好的 好好好 15号 如果我只生一年的话 我应该会把房子 车子全部卖掉 然后带着我心爱的人出去环游世界 但是我一定要住得好 然后吃得好 这种穷游的事我就不干了 其实很少有人能做到 因为我们一般看 那个癌症的那个绝症病人 基本上都通常家里人 他自己都知道自己能够剩多久 但很少有人会出去 16号 其实我以前跟你思考过 一模一样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想的是 想要去爱那些想爱 然后又不敢爱的人 去多做一些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比如呢 比如说我一直很想去蹦极啊 尝试一些这样的认识 你现在可以去 对啊 现在可以去啊 对啊 我没有难度啊 对 所以后来我想了之后 我觉得其实我们设想的很多问题 就是如果还剩一年会怎么怎么样 其实你想的那些事情 只要你愿意 随时都可以做 因为生命有限本该如此 对啊 我现在就是按照我这样的想法 才活着 你现在就把房子车子卖了没完 然后回来怎么办呢 那不就是小品里边说的吧 人还活着钱没了 14号 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拿本本子 把以前追过我的男生名字写下来 我喜欢的名字写下来 足以打电话 咱们谈谈谈吧 那你平均两天一个 一个人一个吧 就按12个来算 反正都要死了 就好好地享受爱情的 就便宜他们算了 对啊 我觉得可以啊 反正这一年就好好享受呗 其实财神也是这么想的 他不好意思说 他不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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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过四段情感经历 看过一些有关搭讪的书 从书里面学习很多搭讪女生的一些方式 从我这几次的恋爱经历来看 还都挺好的 我觉得对女生表白是一件非常蠢的事 我会尽量不跟她们表白 保持暧昧 保持暧昧就可以敬何功退何手 但是如果你要表白的话 你要承担失败的风险 有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了 我是一个不懂爱的人 我认为女性 只不过是一件被消费的物品 没有情感 一切都是男权在主宰 所以在跟女友深入交往之后 我就会嫌弃她挑三拣四 进而提出分手 我还记得大学时的一次分手 是因为我买了电脑 我就跟我的女友说 我买电脑了 以后不要来找我了 为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 大学时的爱情对我而言 可能就只是排浅寂寞 和满足自己对异性的好奇心 在我看来 爱情的尽头总是失去 得到多少幸福 就会承受多少痛苦 所以我现在对爱情的态度 就是随遇而安 我会学着去爱 学着去付出 你会是那个 让我学会爱的女主角吗 我昨天看那个片子的时候 我就有一件事 我当时就没明白 有了电脑 就把女朋友给甩了 这 这是什么 我说这个话的时候 小德在指着脑子 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指脑子的意思 他脑子有病 你好 说得好 小德 谢谢 谢谢 因为女人比起来拿好多好多 你把一个女孩子摔了 我估计是那个女孩子摔了你吧 我估计就算你现在 变成一个消费品 哪怕是说买一赞一 我绝不会买 真的 你不至于女人去消费 我真的气不打一处来啊 但是说以前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状态也是 对 但现在状态也有问题 对啊 现在也很有问题 你是觉得女人是物品啊 你妈妈也是女人 你怎么能这样讲啊 女人当然不是物品 我现在当然是在忏悔 但是 但是现在很多女生她自己 赶紧 赶紧歌颂一下女性 她自己也在误化自己 我再解释一下 很多女人就认为自己是男人的附属 我自己不努力 谁告诉你这个关系 谁告诉你这个关系 社会上有一些人是这样 你看她刚才用的那个量词 就很奇怪 很多有一些 这个基本上她就用这个量词啊 把所有的整个一群人 就给打翻了 还有你说那个保持暧昧的关系 什么叫进可攻退可守啊 你能解释一下吗 跟你暧昧的女生说明是喜欢你 所以喜欢你的女生不用表白 她也会跟你在一起 如果不喜欢你的女生 你跟她表白也没用 她只会更加讨厌你 那你是否跟很多人同时去 表示你的暧昧关系 然后看谁接着 然后是不是就钓鱼 那当然肯定不是这样 在暧昧肯定有一个道德界限 有一句话说 爱在暧昧未明时最美 不知道你听过没有 其实女生是这样 只要你自己条件不是太差 有足够的时间 精力 和足够的爱去给对方 她是有可能能够打动对方的 你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可能太悲观了 我现在的价值观就是 当我事情都看到最悲观的一面 所有的问题我都可以解决 男嘉宾 我觉得如果 您现在的情况不适合找女朋友 你说找电脑吗 您适合在淘宝上 找个达巴过日子 谢谢 如果你认为生活都是快乐的话 那你面对悲伤怎么办呢 悲观不是为了悲观 而是为了达观 所以我现在看任何事情都无所谓 都是可以度过的 我想的是 刚才就是财神说的那个话 他在录这个片子的时候 是对刚才他说的那些 是带着某种反思 某种忏悔说的 这是他过去的一些认识 我想现在和当时可能情境 很多问题想法 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吧 好 看下一条片子 我们很高兴地知道 他有参加这次节目的机会了 成为他的领导 替周星的祝福他 希望真的碰到一个有缘人 我觉得他是一个 跟时下男生 比较不一样的一个人 他比较不会去注重太外在 太虚滑的东西的一个大男孩 如果呢 你成为他的一个心动女生 并且被他牵手成功的话呢 他就会把你当作公主一样 去爱护你 保护着你 他特别喜欢有料的女生 是头脑有料 所以如果你们很喜欢他 就为他爆灯吧 男嘉宾 你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刚实实在在 是对您的那个 您觉得对女生的态度 要保持暧昧 这一点我实在是不能够沟通 因为你说进可攻退可守 那听起来好像是游戏一样 我们总是 我认为他这么说 只是因为怯懦 怕失败之后会没面 而且女生其实说到底 都是很假的 虽然他们都喜欢坏男生 但是口头上都说 自己喜欢好男生 其实都被坏男生追走 男嘉宾 我想告诉你 你面对每一个女生的时候 不要戴着有色眼镜 来看每一个人 我觉得我们现在做这样的 这个争辩呢 其实那个意义不大 因为你可能能炒上一两个小时 我只是想知道是 你是怎么会变到这样的态度 第一我认为 跟情感的伤害有关 第二跟你的知识结构有关 基本上它都有一个动因 如果不把这个动因解决掉 你可能一生都不会有幸福的 所以动因是什么 所以要问你 跟情感伤害有关 还是有那个自我认知障碍 你在第一段的那个VCR里面 提到一个诚 就是怀才不遇 我的感觉 可能你到现在还是这种感觉 还是怀才不遇 就是女性对你没有应有的尊重 没有应有的热爱 由此产生的这个不满和愤怒 但这个你是需要 一定要需要解决的 因为没有人有义务爱你 因为首先你不够帅 然后呢 关于博学呢 老实说知识太多了 对生活也不是说那么有用 你也没有展现出你真正的才华 如果一个真正有才的人 他迟早是可以出来的 那么你到这个年纪还没有出来 你可能还是需要更加努力 谢谢 谢谢 6号还留点吗 我最后其实就是想跟男嘉宾 一个祝福 就是我们的双手 常常抱着自己怕受伤害 但是然而这样 你再也头目出手 来接触别人的心了 所以我祝福男嘉宾 希望你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对不起 谢谢 谢谢你 我完全同意财神刚才说的话 他的对事情的一些看法 可能来自于 一部分来自于情感经历啊 或者家庭背景啊 或者知识结构 你的这些话 可能有你一定的理由说出来 但是在和异性女孩交往的时候 能够让人看到更多 积极阳光的东西 生活和世界都没有你描述的 那么阴暗 是 我是把所有事情 都想到它最差的结果 所以所有结果对我来说 那你想 不要把它想的都说出来 你想两个人 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你想有个事实是很残酷的 就像一个孩子生下来 人家说这孩子会长命百岁 他会说这孩子最后有天会死的 对啊 每个人都会死 放在心就好 让我看到了自己不知道的那一面 我觉得非常好 可以让我更加的更好的成长 在以后的生活中 我会更加积极地面对所有事情 我觉得在我心中 女性当然不是物品 她们是活生生的人 可能更多的男性 是把女性当作物品来看待 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这些提醒 让更多的男人 不要去再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如果女生对生命 对自己的人生 有足够的透彻的认识的话 我希望你联系我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交流 谢谢观众朋友 如果想了解24位女嘉宾的 个人资料和联系 现在可以拿几手机编辑短信 81369加女嘉微编号 发送到1066666620 或者登陆vivo智能手机 《非诚勿扰》的官方网站 给她们留言 如果想要参加我们的节目 可以通过百合网 珍爱网 世纪佳缘网站 或者到我们的现场报名点 报名来到《非诚勿扰》的舞台 有请下一位男嘉宾